地瓜是千里步道協会的一名实习步道师 原本大学就读物理系的他 因为热爱大自然而追寻梦想转至森林系 并且在之后加入千里步道協会 负责建造一条可供安全步行 单骑保有自然人文自美的手作步道 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我喜欢户外活动 我最喜欢爬山 爬山就是会接触到很多行动色色的人 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带队爬山的 然后我再带小朋友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做环境教育的一个 其中目的 那所做不到就是算是其中一个目标 说黄武雄老师写那篇文章 梦想一道环岛千里步道 他其实要谈的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透过大家的合作 找出一条环岛的走路跟起单车的路线 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路线串联 认识我们的环境文化 让认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土地上 真面临怎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美丽跟沧桑吧 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千里步道协会 是一项致力于保护台湾山海风光 与在地文化的协会 他们透过出版步道书籍 守护地图 以及开放民众一起修建守着步道 让更多人认识环岛对岛的精神与价值 但事实上步道运动不是自己做步道串联 在这串联过程中我就发现 你离开城市你进入郊野 或者山村聚落 那你会需要怎么样去把它们活滑 甚至在山径上你会发现 怎么样让我们进入山径的时候 不会太多的水泥 而是大家可以踩在比较自然的途径上 所以这就跟手做步道会有关系 对我来讲 步道师他并不是一个做步道的人 他是带领大家做步道的人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面对非常多不同的 来自各方不同背景不同面移成的人 所以参与的方式能成为一个宣传者 成为一个赞助者 或者就来步道上一起来修步道 都是自助助人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好的理念的成果